交通银行公布2021年半年度经营业绩 期内 交行实现净经营收入1340.51亿元 同比增长5.59% 资产总额达11.41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6.70%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420.19亿元 同比增长15.10% 该行至6月底止 不良贷款余额约1014.3亿元人民币 增长约37.3亿元人民币 不良贷款率1.6% 较去年底下降0.07个百分点 波贝覆盖率149.29% 上升5.42个百分点 至于下半年静息差 公司管理层说 上半年静息差收益率为1.55% 同比上升两个基点 静息差环比和同比均略有扩大 一方面升息资产收益率在下降 上半年息资产收益率为3.63% 同比下降17个基点 但另一方面负债成本率降幅更大 上半年继息负债成本率同比下降了25个基点 他又说 预计下半年静息差将保持总体稳定 受近期降准影响 负债端的成本率有望下降 不过存款端市场竞争激烈 也在考验交行的市场拓展能力 谈及贷款业务 公司管理层说 交行上半年存贷款稳定增长 集团客户存款 余额70166.52亿元 较上年末增幅6.19% 客户贷款余额6.35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4982.79亿元 增幅8.52% 绿色贷款方面 交行大力支持乡村振兴 绿色低碳发展 绿色贷款和涉农贷款 分别增加12.65%和21.91%